好,我們接下來繼續利用乘法公式呢,來試著做一些的計算 它要我們展開下列式子 那記得一件事情,如果呢 我們要開始做一些計算的時候 我們數學常常要去觀察一個式子的pattern 也就是說它的形式看起來是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樣特殊的地方 跟我們所學過的東西有什麼樣的印象 那第一個呢,如果我們真的去展開 直接展開這個式子的話 我們會發現什麼呢 它會是一個,因為前面是兩項,後面是三項 我們用分配率的話會變成一個六項的式子 而且呢,計算起來會比較繁雜一點 可是如果你再仔細觀察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這不就是讓三分之a是一個大a 然後二分之b是一個大b 這樣寫起來的話 這個九a平方 九分之a平方不是就是a平方嗎 然後六分之ab不是就是a乘上b嗎 a乘上b 四分之b平方不是就是b平方嗎 也就是說,也就是說第一題原式 它根本就是什麼 就是三分之a減掉二分之b 然後呢,乘上三分之a括號的平方 再加上三分之a乘上二分之b 然後最後再加上二分之b 就是b三方啊 就是這個公式啊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東西就可以被我們寫成 a三方減掉b三方啦 只是我們要把a三方跟b三方給它換回來 就變成三分之a的三次方 減掉二分之b的三次方 所以是不是就得到二十七分之a三方 減掉八分之b三方 嘿,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在做計算的時候 整個式子就 計算起來就很簡單了 因為你只要觀察到對的pattern 你觀察到對的形式 然後呢,你做適當的這個代號的轉換 把三分之a轉成大a 把二分之b轉成大b 你就可以看出 它原本是什麼樣的一個公式囉 那第二題呢,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把3x當作大a 把2y當作大b的話 其實我們是在解一個 a減b括號的三次方嘛 那我們說過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也是一樣 是有它的乘法公式的 a減b的三次方 是a的三次方 然後一路a往下降 b往上升 就是減3a平b 加3ab平減b的三次方 OK,記得減的時候呢 就是正負號是一加一減 一加一減 所以呢,我們把它這個展開 再寫在這裡 是a的三次方 減掉3ab平,加上3ab平,減掉b的三次方 所以我們的原式 這是第二題 第二小題 我們的原式怎麼樣呢 就可以被我们写成 a的三次方是3x的三次方 减掉3a平b 减掉3的a平b b是2y 然后再加上呢 3的ab平 b平是2y的平方 最后呢是减掉b的三次方 减掉2y的三次方 那你就可以得到是什么 27x的三次方 减掉呢 这边是9x平方 再乘以3变成27x平方 再乘上2y 所以变成54的x平方y OK可以训练一下 自己的这个算术的速度 然后再来呢 这边是3x乘上2y的平方 所以这边是3x乘上4y平方 变成12的xy平方 然后再乘上3变成36的xy平方 最后呢是减掉8y的三次方 OK 当你 你看哦 你记得这些乘法公式的时候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你不用在那边慢慢展开 而且你的计算会正确 你不容易加减在那边加错 所以这是为什么 虽然乘法公式不是要大家去硬背 可是如果你写得够熟练的话 最好还是能够把它记下来 这个会方便我们 在做很多数字啊 多项式的 四则运算的时候 用得到 所以这一题你会了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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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